第一本会党声明 避到了大纪元 二十年来 到今天 已有四点四亿人 退出中共党团队 在法轮功学员 长期不懈的讲真相努力中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看清中共的邪恶 跟清中共与中国 近年来 中国百姓加速从中共 这艘破船上逃离 人们或是知道了 活该器官真相而退党 或是自身也遭受了 中共残酷的迫害而退党 最多的是清明中 看清中共邪恶而退党 四点四亿 乃至更多的中国民众 退出中共党团队 这是美大的精神觉醒 是生命各体的助救 也是民族的自我拯救 也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2024年6月 美国众议院全体通过 法轮功保护法案 阻止国债器官的罪行 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 国债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 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 把国债器官的人实施制裁 这是美国政府在维护法轮功学员人权方面 带出的并能欣喜的一步 也是对中共的沉重打击 意味着中共被制心机 掩盖破坛最新的企图 全面破产 如今中共四面楚歌 众叛清明 天象巨变 世界抗共大势已成 中共红墙 遥遥欲坠 虽然中共正在做 末日前最后的挣扎 它所面临的 必将是震撼历史的 前所被人的毁灭 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发言 他其中 他发言的题目是 制止中共招牢 不同司机出现的不同势力 来迫害法轮功这个信仰 欺骗不明真相的善良民众 二十多年来 法轮功学员坚信真善良人的信仰 一匹匹的善良人 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 言喊哭诉 不辞辛苦 借此在中领馆门口讲真相 唤醒可贵的中国人 认清了中共邪灵 魔鬼的嘴脸 从谎言中解脱出来 分清善恶 首次无良知 很多人觉醒了 明白了真相 远离中共 退出党团队中共组织 不愿承担中共 妨害法轮功活载器官的罪过 包括中共历次运动杀人的罪过 让更多人选择光明 与美好的未来 然而 中共代理人 与其的利益者们 这些党徒死心塌地的 违背良知 跟着中共各魔走 散布谣言 不害世人 渗透到西方各个国家 与其各个领域 危害到了 四十多岁 中灵国能切真相点 和393中共签证处真相点 一直以来 中共把我们作为眼中顶肉组刺 如芒在败 难受得要命 不断地扫扰我们 给我们牌照 挑衅 谩骂 有男有女 年龄不同 有学生 也有挂着牌子工作的男子 也有骑自行车的 也有骑摩托车的 有胎车来的 有时一天来 好几个人给我们牌照 时间不固定 他们但是是有指挥 有目的地在捣乱 一位七十二岁的阿姨 在中灵国门口值班时 一个年轻的中国人 还可以听在他面前 说了很多难听话 阿姨让他了解一下法轮功 他不听 还把咖啡水在老人身体上 脸上 这名男子还用脏话 和侮辱性的中文辱骂他 这名行恶者当时 是到中联馆界的 只见一名妇女 那时间正是中联馆下班时间 当时我们也报警了 做了披露 2024年1月23日 大约四一点左右 一名中国男子 手提金属棒 来到393真相点 对我们的横幅 尽声拐坏 当时两邻同修报警 很快警察到场立案 抓住官员 时隔两天 这位造势者又来了 给我们拍照 看要把你们这些人斩死 钢铁太古的真相点 也有人去破坏横幅 他们是整体秃动 有策划 有指挥的 2024年8月1日 这位造势者 第三次又来到我们真相点 给我们同修牌照 手拿着金属棒 同修劝善 让他了解真相 他妈恐开 你别骂 你别说 你们等着吧 我们很快就要收拾你们了 也就是报复你们了 2022年9月30日 我从393真相点去唐人街的 遇到一位男子 是华人面孔给我拍照 当时我没有在意 我走过他 看到他还看照片 我继续往前走 当他第二次出现在我面前时 给我解决了 原来他是在给我拍照呢 我问他 你为什么给我拍照呢 他说你是法文公 等等 当时我戴着帽子 他伸手去抓我的帽子 对着我的脸拍照 我也给他拍了两个 他就强行抢去了我的手 把我的手 我把手里的买菜小壳扔了 就去抢摔我的手 光铁化日之下 在自由的社会 我被威胁抢齐手机 带领人对加拿大的法事 这些中共的 四五级党真是回光反照 这个人他也去其他真相点捣乱 2022年的2月 他在私人面前撕毁我们党 他对一位同修进行了 同样的进去的拍摄 现在全世界众多国家的人们 开始轻轻 认清中共的流氓嘴脸 用不同的方式打击中共 现在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国家人说 没有人跟力 它在世界众多国家的人们 蒙疫 旱災 水災 最近的通報 人們都說這是中共末日瘋狂 作孽給百姓帶來的災難 2023年1月20日 創始祖發表了 為什麼會有人類 這樣的說法的內容 首先是一件事 新年主題讓大家問好 過年本應講幾句 大家喜歡聽的年話 但我看到的危險 在一步步逼近人類 為此 神國要求我 向世界眾生 說幾句神要說的話 句句天 為的是叫人知道真相的 再給人得救的機會 為什麼會有人類 宇宙從生成到末後 要經過漫長的沉住快滅 是個階段的過程 宇宙一旦到了最後滅的過程中的末後 天體中的一切 包括我們深層的宇宙 就將在一雙間 解體服從 一切生命滅絕 但把弟子知道救人的緊迫 我也呼籲起來反迫害 救度更多的眾生 解體中共 結束這殘忍人道的迫害 我也希望加拿大政府 像美國一樣出台 保護法輪功案例 好人應該得到保護 制裁個性干擾 和破壞活動的罪人 懲罰壞人 不允許壞人興奮作浪 應該盡快立法 使壞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這關鍵時刻 也衷心感謝各界人士 和加拿大政府給予支持 和正義發聲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中國民主黨 加拿大委員會成員 易博洋為大家發言 請田海英到前面來做準備 訪問宮的弟兄姐妹們 大家好 今天很有幸 我來到了這裡 參加訪問宮 訪問宮 先講講我個人的經歷 我是走線來到的加拿大 但我本人是被中共迫害的 然後我是經歷了十個國家 走到巴拿媽那個死亡雨 然後第十日六十八天 用腳投票 來到了那片自由民主的土地 謝謝大家 所以說我今天 我也呼籲大家 要做這個三退 要退打退團退隊 做了這些 把中共的 與中共有關的東西 一切都要給它切割掉 中共就像一個撒旦 像一個惡魔 惡魔一樣 來侵蝕 每一位中華人民 中國共產黨的邪惡 是世界上最邪惡的一個組織 是最慘絕人寰 沒沒想到 中國共產黨 迫害群 活在器官 我都非常非常的氣憤 他們把活生生的人的器官 心臟 肝臟 肝臟 活生什麼的 把人 弄死 然後 和那些 總共的高層 和器官 今天 這個性格是 非常非常好的 大家 通過練習 套工法 然後修身 養性 每個人的身心 和身體都是非常健康的 所以說他們 迫害這些人 我每次想到 我的內心 我都非常 感覺非常的難過 就是中共的這些處長 中國不如的 以習近平為首的這些處長 給大家 帶來了這些 災難 所以說 天滅中共 天佑中華 退黨 退團 退隊 免結納 支持法輪功 最後說一句 Take down the CCP 拿老公共產黨 CCP 退下台 OK 謝謝大家 接下來 我們請錢海英發言 他的題目是 自我救贖 需要精神覺醒 謝謝 國家上層修煉大法 教人按照宇宙特性 真、善、忍、標準、修心、向善 現在已經洪傳 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受海內外褒獎 支持議案 信函等六千多項 其主要著作鑽馬輪 秘書 每一場武術 在全世界發行 這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1999年前黨魁 江澤民 出於小屋妒忌 用亡黨亡俚 不威脅 一意步行 發動了一場 子無前例的迫害 在全國範圍內 成立 撩零放公室 由江澤民親自指揮 直接下達對法輪功學員 和殺無色 只算白打 不擦深緣 直接謊話 肉體上消滅 名義上搞錯 金像結斷的密令 他們用共同邪惡的騙術 甚至推行國家恐怖主義 製造天安門自分偉岸 對法國進行抹黑 欺騙各地官員和普通百姓 意思也 毒害了所有中國人 甚至全世界 把動用全國資源 利用公安 武警 軍隊 對手無寸鐵的 善良法輪功學員 進行抓捕 採用了槍擊 護刑 居留 勞教 判刑等嚴厲手段迫害 用開除罰款 不開工資 解除勞動服務等方式 切斷學員的經濟來源 用提示 升遷就業 上學下崗 學籍等 這些學員放棄 信仰或連救其家人 用強制洗腦等手段 對法輪功學員 精神摧殘 使 不按法輪功學員 失去生命 不按法輪功學員 被非法抓捕 不按法輪功學員 被非法殺 使無數的家庭 被迫流離失所 妻禁止善 加破人亡 更令人發指的是 組織和利用軍警特務 以醫療系統 對法輪功學員 進行活摘器官 從中餘利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 謹慶信了整整一下午 遭 非接可責 他們最終將我編號拘留 我 民視特害 有一天半夜 警察突然對 衛功學員進行 再次提審 我善意地講了 不報姓名的原因 在不公的對待下 我不想牽連別人 當時我說 如果你是我的騙子 你希望我說出你的名字嗎 他沒有回答 聽說當晚有許多法輪功學員 被轉走 活摘器官曝光後 我猜想那些被轉走的學員 或許就活摘器官了 在我絕食第九天時 師父的慈悲保護下 走出了看守所 2004年 八紀元發表九評共產黨後 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露了中共 對中華民族的巨大傷害 以及它的邪惡本質 閱讀後 我於2004年12月 在大紀元聲明退出中共 2015年參加十名數將 現在來到海外 必將更加珍惜修煉的機緣 正面正行走好最後的路 祖呼呼 慈悲669 這場持續25年的迫害 使眾多世人變得靜弱 寒貪 麻木不仁 對迫害 對迫害 適而不見 甚至盲痛 其迫害 可自己被捆放走上了毀滅之路而不置之 所以這場迫害 實際是對所有民眾的迫害 它脅迫世人認同它的鎮壓 對大法犯罪 其邪惡的攻擊目的是毀滅人類 百年歷史印象共產主義運動 是違背宇宙規律 立天而行 是一股反宇宙的邪惡勢力 其失敗是必然的 也必定受到天意神靈的懲罰 九評共產黨引發的一場人類 有史以來大規模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精心絕省運動 三退大潮 20年來一直持續著 現在已有四億四千多萬中國人 聲明退出中共 給自己選擇很美好的未來 這是中國人製救的方式 最後帶入共產主義攻擊目的的計劃 送給在場所有的朋友 及所有事 慈悲的神沒有忘記人 在魔鬼策劃英雄的時候 人們才能在危機中 最後喚醒人類 神給了人選擇善與惡的自由意志 但是人最終選擇哪條路 要靠自己 只有整個社會道德服輸 精明進化 恢復傳統 重建最神的信仰 人類才能逃過劫難 時不我待 人類到了猛醒的時候了 神要救人 共產邪靈要毀人 歷史的這一刻無比民眾 因為它關係到文明的存續 和人類的命運 這一刻希望 非極於希望同在 處於民眾的人 卻一眼難以看清 金山遮不住 必頸風流去 劫不勝正 盼心 我的所有邪惡表現 都是展示的 一切都在 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謝謝大家 在那裡聲援 法輪功25年 遭受中共邪教的迫害 我今天在這裡講的一個主題是 我們怎麼樣有一個 獨立的司法程序 今天我們在這裡呼籲 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程序 去審判中共 中國共產黨現在作為一個邪教 它對內殘酷鎮壓 對外聚合了一些反動的國家 變成一個邪惡的勢力 危及全人類的安全和文明自由 那麼我們怎麼樣在這個地球上面 怎麼樣在我們這個中華民族的國家裡面 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的一個國家 那麼我們的首要的問題 就是打倒中國共產黨 我們要打倒中國共產黨 放棄和他們的妥協 放棄和他們的保護 堅決地站在自由民主的一邊 這樣我們才能夠在這個自由民主 博愛的一個世界裡面 建立自己的國家 才能夠和文明站在一起 才能和大同的世界站在一起 今天我們和法輪功的兄弟在一起 就是為了實現這個民主的目標 自由的目標 感謝各位 以後我們還會在一起 謝謝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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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新磊先生 接下來我們請張磊為大家發言 他發言的題目是 希望這場殘忍的迫害 早日結束 謝謝 謝謝 我試一試 我叫陳磊 2014年 尼信仰法文道法 被中共非法歪壓七個月 之後長期處於被監控 中共的監控不正做到最低潮 我看到民警拿的地有我承諾的地址 和我所避免的小事的老用 要求他們對我進行監控 每年的所謂敏感遊戲 比如425或者720等等 就會對紀錄在岸的大法地址 進行過大範圍或小範圍的抓捕 或者捕捉 來完成所謂的業績 一旦被關押過 工作單位基本上都會為了 由大部鋪跨清界限 而回退大部系統 加上國際武器的騷擾與抓捕 2017年 若一世軍媒被非法抄家 被非法關押一個月 為了裸地割害 我可好人走他鄉 然而一旦被公安記錄 不要再遇避 就會被無處以待的 避免的影響 然後當地的警察 就會過來進行 騷擾與警察 為了避免 為了徹底 逮脫迫害 我首先來到加拿大 無論如何 只要遇避免於 公共恐怖下 這個第一番的 迫害系列的國家 只是從明目睹膽的 完全不利於法律 地址的打壓殺人 活摘大法地址機關 完成了依附於法律系統的判刑 將法律徹底踐踏 當地律師基本不會接手 大法地址的案子 如果接手 得備命令 只能做有罪辯護 那些心懷正義 幫助大法地址辯護的 人權律師也會受到 恐嚇與迫害 曾有一位正義律師 在法律上 距離欲增 每被送依據法律 就會被警察 警察 後來大量人權律師 也扯了被迫害的對象 很多律師被抓 被迫害 被迫害 警察去大法地址操家 從河路下 搶手來入罪不承認 則土匪無語 河陽大法地址 河昭 因車上有一台壞了的導音機 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大法地址 將軍 因家中有很多印刷設備 被非法判刑八年 河陽一些大法地址 在換電聚會 因信息出復生日 竟然被集體判刑抓捕 中共對轉化法輪大法地址 非常重視 以此懸賞終結法系統 鼓勵他們迫害法輪大法地址 那些成功轉化法輪大法地址的人 會因此而獲得獎勵或者寄生 監獄也成了迫害法輪大法地址 的最残狂場所 監獄有所謂的死亡名言 死了白死 通常都會以此男同學法輪大法地址 如果不轉化 就會受到殘忍的迫害 毫無影限 每年有大量大法 無端死在監獄 看守所也同樣批刑 雖然可能沒有死亡名額 沒有監獄系統那樣操刑 但也會濫用刑罰 逼迫大法地址轉化 苦順有一名同修 被看守所上大卦 人權大致行 一直被綁架 中共的邪惡本質從未改變 它是褻瀆神的邪靈 對信仰的迫害永遠不會從此 我希望世人能夠認識到 中共在所謂的經濟發展下隱藏的 踐踏人權的邪惡本質 希望對中國正在被迫害的 法輪大法地址們支以援手 希望善良的人們能夠被中共壓力 希望中共學黨早日結束 希望無法裁人的迫害早日結束 謝謝 停止迫害法輪功 聲援4億3千5百萬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活動 到此結束 在大家離開之前 我們一起來說出我們的心 我先讀一遍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讀 停止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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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停 好 下面一起啊 好 預備 開始 停止迫害 退出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有人提議呢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喊怨我們剛才的 相同的 我們共同的心聲 好 下面開始 停止迫害 退出中共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